凡人游戏 我们等你 而这位颓废的男主角呢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呢 也是希望找到他人生当中的 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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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死眼颓废 怎么了 是身体不好还是怎么了 你竟然穿这身衣服 让我有很严重的联想 是刚刚儿 身体不舒服了还是怎么 都打麻将去了晚上 昨天晚上打麻将打几点 打了 今天早上吧 今天早上吧 那意思说你对这个时间 都有点模糊了 都不知道达到几点了 你消不消息要相亲呢 消息消息消息 那你知道要相亲的话 昨天晚上还打通宵的麻将 走不走 什么 是为什么走不掉 是朋友不让你走 还是说你自己主观的 想留在那个地方 我再打开杀戒 没有没有 主要是输钱 但是赢回来都不想走 我就看着你今天好嘴巴 头发型什么的 就平时这种头发 就是要把眼睛遮住 平时都是吹长气 今天都懒得洗脑口了 哎呦 那你这样的话 那女嘉宾看到你的第一印象的话 万一就你不要倒了 我敢去 你真的要不休息一下 没事 没事 我身体好 你身体好 身体好 身体好 但是我看你就是东倒西歪的 今天真没事啊 没事 没事 见到女嘉宾的时候 能站直啊 能站直 好 那你今天这个发型没过关 精神状态没过关 哎呦 我很替你担心啊 那你说你今天有两个优势都已经失去了 那你现在还剩下什么样的优势 我觉得我唱歌比较好听吧 唱歌好听 平时唱什么类型的歌 那个 那个 Rap Rap 对对对 平时就是Rap Rap选手 爱好嘛 爱好 爱好 那现在能Rap一个吗 我想听一听 我点个板子嘛 点个板子 我吃明尼钱包 经常打敲锅里 把老口打冒烟 鸣鸣 茶手 可以了 我晓得你就是说到这个地方了 因为有点卡顿了 已经开始了 你刚才学的这一段 就是你这两天的学习成果 我还会其他的 这是这个歌比较好唱 其他的一会可以在节目当中 你跟女嘉宾互动的时候 在唱一唱都无所谓的 我就说你今天来 你觉得你的才艺 你的优势就是Rap 我还会大男青 那你快集齐了呀 你这是 那个原来初中读书的时候 那个打个 然后毕业 那就身体好嘛 就是有锻炼身体的习惯 对吧 那你今天说了那么多 你的走务要求有哪些 都是在一个稍微高点的嘛 皮肤白一点的 最好还是不要上头发嘛 因为自然没有好点 那你这头发 你都染得起里哗啦的 这都是黄的 我都是染了后回来 我觉得黑色好看 都染回黑色了 然后它掉了一点 那人家也可以这么想嘛 对不对 那人家染了头发 也可以说我自己就把头发 染回里冷静的话 那让别人心头那个想嘛 没有没有没有 那头发不要染成 它的绿色啊红色就看了 那个轻微的挑战 都是不要染人家 像那种那种花红绿 花红绿那种 皮肤还得白 不要太黑了都可以 那刚才都说了那么多的要求 如果把它集合起来 比如说萝莉啊 郁姐啊 我都是希望郁姐 喜欢郁姐 对的对的 但是郁姐的话 它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可能会管你管得比较严 就是你可能要稍微的 就是弱势一点点 那别从去了 我没死啊 我发现啊 今天男嘉宾 虽然是神志有点不轻 我是感觉有点累 一会儿女嘉宾来之前呢 我建议你在旁边沙发 稍微躺一会儿 这是第一点 然后再一个呢 男嘉宾有点冷幽默 有些时候呢 你那种幽默啊 不知道能不能对上 女嘉宾的这种笑点 如果能对上的话 你今天发挥 一定会非常出彩的 你要把你的风格 你的风度 包括你的这种外向 要把它表现出来 要对不 好 各位观众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位的 凡人有喜 我是亲爱的观察员 飞桃 今天的男嘉宾 要说这个外形啊 各位的条件 就还是过得去的小伙子 可是呢 他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就是 头天晚上 居然打通 稍微脱脆 你说 第二天相亲 这么重要的大事 这里真的是要提出批评的 我们至少应该 好好地养一养精神 好好地束个头发 洗个澡 换身干净漂亮的衣服 我们来相亲 这才显得真诚又正实 对吧 如果说头一天 是因为值了夜八 我觉得还情有可原 你说这种玩法 我都顿时就觉得 一股露气 游然而成 开个玩笑 但是我觉得 小伙子以后还是要注意 我们要去正式场合之前 还是要有所准备的 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想找的另一半呢 也是给出了一些 我可以 对方不可以的要求 刚才已经在她的 个人的介绍当中 说清楚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今天这位女嘉宾 看到哪个嘉宾 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否愿意跟她相亲 男嘉宾喜欢皮肤白皙 黑发的郁姐型的另一半 按照要求 编导也在资料库里 为她匹配到了一位 合适的人选 大家好 我叫戴菊 今年25岁 身高1米68 目前是做一个销售的工作 收入在3500左右 本期这位女嘉宾 戴菊 25岁 身高1米68 职业销售员 月收入35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其实女嘉宾早在去年10月份 就曾参加过凡人游戏 档期节目中 栏目组给女嘉宾 介绍了一个从事 二手摩托车销售的男士 与她见面 虽然档期男嘉宾身材瘦小 但她细心乐观的态度 最终打动了女嘉宾 两人也牵手成功 这是我第三次来凡人游戏了 非常的高兴 因为第一次来参加凡人游戏的时候 也收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爱情吧 但是因为磨合 后期的磨合感觉性格不太合适 就分开了 后面陪我朋友过来 就是当一个亲友团嘛 然后看见她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另外一半 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今天的节目中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 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是能够身高比我高一点 因为这种人在一起会比较有安全感一点 然后希望能够对工作对于生活能够踏实认真 平时是一个热爱 热爱生活的人 是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 女嘉宾的作用要求 一 身高高于自己 二 踏实 认真 三 热爱生活 综合来看 女嘉宾无论是从发色 肤色 还是身高性格方面来说 都满足了男嘉宾的所有要求 两人品配指数高达百分之九十 只是不知道女嘉宾是否是男嘉宾心中所喜欢的预解范儿呢 男嘉宾今天的状态又会不会影响到两人接下来的见面呢 男嘉宾 你看 女嘉宾已经到达我们的节目现场了 远远的就这么看一眼 还是有点高啊 有点高啊 有点高 我看见他比你还高点 不错 高点还是嘛 做点满一步嘛 符不符合你对郁姐的想象 看那个背影还是可以 但是他这个发型 不是特别像 是吗 你觉得他发型怎么了 那个不应该砸起来 应该都那个 披头起来然后那个 他那个大波浪那种 哦 你是喜欢你想象中的郁姐 就是他应该是披头散发的 不是不是披头散发的 大波浪 也不是特别波浪 就是那种 那种 反正披头散发的 你是喜欢披肩发 对吧 对 那你现在马上就要跟人见面了 你准备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跟他见面 增加你的第一印象的分数 要不都唱个Faced吧 什么叫唱个Faced 这是那个即兴说唱 Faced style 线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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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站到他的身后去唱 那这个对你的这个词汇量的考验是很大的 是这个 应该他 能不能行 如果不能行 咱们就算了 要不我那个联署三文词嘛 那小文词可以 也可以 好的 让人家第一印象觉得你是个文化人 对对对对 是吧 你收拾什么类似的 没点没点 我都那个 这面你有没有准备什么的 有有有一个 这是啥 现象的 没有没有 我这个刚刚没吃 我快说 什么东西啊 你这是拿了一个玉米肠 你自己当午饭吃啊 什么你拿个玉米肠 你打算给女嘉宾 你让人家女嘉宾到时候怎么想 做了一个口罩子 那我会死啊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 我先给你没收了 你今天也别吃这个 你当着女嘉宾吃这个东西 你让人家女嘉宾怎么想 是不是 会觉得你是不是有点 去节约过头了 是不是 好不好 好 走嘛 靠近那儿 靠近那儿 我静悄悄地来 正如我静悄悄地走 我在你的身旁 你却还不知道我是谁 我就是今天和你来相亲的男嘉宾 女嘉宾 你愿意为我回眸吗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幽默 因为我第一次遇到那种开场嘛 然后还是感觉到他有点点小小的紧张 然后转过来看跟我身高又差不多呀 然后有点犹豫死人的气质 还是挺不错的的印象 整体来说感觉很好 因为身高啊 然后不管是传艺风格的方面啊 都比较符合的是美貌 女嘉宾微微一笑很清诚啊 但是在听的时候 我看你应该不是微笑 而是大笑 能解释一下这个笑的意义吗 感觉很突然 就后面传来了一种声音 然后还是思郎诵 然后就感觉很奇特的一种 第一次见面的方式吧 嗯 就选笑一笑 那你介绍自己好不好 呃 女嘉宾你好 我叫阳浩 今年25岁 然后来自重庆 女嘉宾是我都跟她见过好多次 之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的 捞一条了也好 捞一条了也好 这时候是捞一条幅了 就得怎么样吗 还好吧 还好吧 反正不是还蛮野 他今天头发都没洗哦 老头发 你洗了头发是不是 驴儿要整个形象 男孩子就不讲究形象了 要不要把你的事情 抖出来给人家说一说 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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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今天是下雨了嘛 然后过来的时候是淋雨了 然后淋雨的头发就比较有 这种确实是有点不太雅观 如果有下次见面的话我会注意的 那女嘉宾多么诚挚 就跟你进行了道歉和解释 那你也对于你今天没洗头 这个头发还不是油脂的 你看嘛 我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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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两个片头发就不太大 男嘉宾直接的表达方式 着实令我们为两人的相亲捏了一把汗 我说男嘉宾 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请主持人说你都住在四条铺附近吗 对的 我都住在四条铺 我们可不可以去你们家里面坐下 因为我其实想去家里面看看 都是自己私人环境 是不是干净啊 卫生之类的 可以去了解一下吗 那个要不下会儿嘛 因为每天女儿去过我屋头 然后也比较乱 比辣丸嘛 辣丸猪 然后都 然后有很多私人物品上 那都 我都没得准备了 去把我都收拾了 然后都要不下会儿嘛 都顺个劲呢 其实可以去看一下 只是说因为得下雨嘛 没有不小心去跟她吃 还不如去木头坐一下 其实乱业无所谓 一个比较真实嘛 那里面也 今天应该不得行哦 为什么呀 应该我朋友得不得 朋友 旅行朋友吗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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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要不我们都带附近这个地方 坐下聊天嘛 坐下嘛 可以嘛 可以 因为想到她离四条铺比较紧嘛 然后我们都想去她家里面看一下 然后但是她拒绝了我 而且还知道你有糖色楼 我非常的不开心 确实我她比较乱 然后用一点不想她切 女嘉宾主动提出 男嘉宾的家里去看一看 却被男嘉宾多次拒绝 这让女嘉宾心中多少有点不悦 而接下来男嘉宾的聊天话题 更是令我们哭笑不得 你傻个好多会儿朋友吗 傻个好多会儿朋友啊 为什么一见面都要问这个问题 没有啊 我觉得啊 那种经验丰富的我觉得 我有一点拿不住 经验丰富的 你是在暗示我吗 没有啊 没有没有 你为什么要说话呢 就是现在你第一面 我感觉你那种棋子嘛 应该是经历了某些事情 才有现在那种状态 然后那种比较高冷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很高冷吗 是 有点 我感觉 生活中不是一个高冷的那种 是有什么说什么 从七六二都是那种 可能有点不太了解吧 那我可不可问这个问题 傻子问题吗 你男朋友回老会儿 同事叫你河头 你是先吃火锅还是先吃烧烤 这个跟这个有关的吗 不是 不是 这个都看你平时的 喜欢吃的口味上 不是 我男朋友跟我老爸一起 吊到河里面 那个跟吃东西有什么关系吗 完全不搭边了 他们吊到河里面 我肯定会救他们 但是我吃东西完全 也要吃了 那你必须选一个 你是吃火锅吃烧烤烤 前提是 他们两个已经吊到河里面了 我没喊你救他 都是 为什么不救他们 他肯定是要去救人 那我肯定会用啥 那我让你过来 万一不会有这么晚 那我还个问题吧 好 你觉得那种上车车 还是坐车 不是 坐个车 坐个车 你觉得哪个最遗憾 上车车吧 我还在 因为上车车从开始都坐了呀 坐个车呢 他只是对过呀 只是坐个车而已 但是上车车从开始都坐的 我不晓得我的回答蛮不满意 那个意思就是看你选 爱错一个人 还是错过一个人 嗯 结果你选择 爱错一个人 嗯 说明你 你心的感情 你都偏向于那种 那种喜欢一个人 去浮出来的那种美心 而不是找你自己喜欢你 而不是 还不是说别哥喜欢你的 但是男嘉宾最开始一开成本 让人飞上你毛不着头了 有点 不知道还在说点啥 我年龄已经25了哈 嗯 但是我长得比较嫩哈 你别哥 你带我出去的话 你会不会在乎别哥的眼光啊 我也25呀 什么 然后我觉得 这个感觉我有点比你 要年轻点 那不可能别哥 他说你是我儿子 你每个人啥 那你平时 做一种保养之类的 做一种保养 做一种保养 就还老了吗 都需要做保养了 不是不是 因为女儿都喜欢 都爱美嘛 他平时服饭 这种肯定是会的呀 面目都不服吗 他说啥子 他长得很年轻 他可能比较老嘛 跟他在一起 会不会有啥子压力 其实我觉得 那女孩子的这种 开玩笑 其实非常的不离貌 但是不是很愿意跟她说了 就是刚刚不是开了个玩笑 开了一个说 我看起来比较冷一点 其实那个不存在的 其实女嘉宾也非常的漂亮 然后看起来也非常的好 然后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然后想逗会她 男嘉宾的玩笑话 让女嘉宾非常生气 两人的聊天 还能够顺利进行吗 你是不是喜欢唱歌呀 还好啊 要不你表演个 拉盘毛剧 拉盘也挺好听的 挺好听的 包饭的那种 老子吃火锅 你吃火锅的了 对你小火锅 你所有礼貌 很好有好多 你个人拿去比较 把我头摸摸 尽管是最好的 可以吗 你可以 不是 我很想走 太高了 男嘉宾的歌声 总算是逗笑了女嘉宾 眼瞅着两人之间的聊天氛围 越来越轻松 可没想到 接下来两人聊到的一个话题 却再次令两人之间的关系 迅速冷却 二人游戏 我来等你 我也有个简直巴士的重庆 不晓得你们解不解议 一般的人都会很解议 因为女儿来酒吧上面 其实挺起来不太好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靠自己劳动赚钱 并不是很哪种吧 酒吧简直是哪方面的 就是住七分钟那种 七分钟 那你住了好久 一两年了吧 一两年了呀 嗯 因为三千块钱的工作 公司根本就不够 生活还是重庆 比如说 有男儿来家的微信 你家还是不家 还是照着借口拒绝别人 分情况嘛 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是 不可能说很明确的拒绝别人 除了是一种你真的很讨厌的人才 很明确的拒绝 但是大部分的孩子 你都会愿意加个微信 因为在这个社会 还是多个朋友多少路嘛 可以就是人是一点朋友之类的 会有一点解忆 因为男儿家里有微信 目的心都已经很明确了 就是国人占有欲比较强吧 然后都会比较解忆这种 我希望你们不要对那种 酒吧上班有啥的偏见之类的 因为其实每个人哈 他的工作都不一样嘛 都要尊重别人的工作 那你解不解忆 就是自己的女朋友在酒吧上班那种嘛 解是解忆 但是你要尚未来办法呀 那你的重庆有没有的存款 有没有的房子哦 没有的存款 没有的房子 有没有的存款 有没有的房子 这个可以把它迷不 我觉得没有房子 你也可以问我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说一下你吗 有存款有房子 房子是住的 然后那个存款 存款 存款 目前没有的 将来会有 好我们的男女嘉宾终于坐下来聊天 但是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们就感觉到了 男嘉宾啊 真的 他有一种 油腻的 自以为幽默 但是一点都不幽默的 幽默感 我现在说 让我另一秒我想 观众朋友能够明白这种感觉哈 最让人觉得很笃心的是那一句话 你跟我在一起 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因为我看上去很嫩啊 比你要嫩一些 啊 这女嘉宾谈你很好 如果是我可能站起来就走了 就什么好值得骄傲的 这种问题说出来 如果我们是很熟悉的朋友 会觉得一笑而过 你这个人真的是很搞笑 但如果是第一次见面 真的会伤到女方的自尊心 我觉得这个玩笑是开的非常没有分寸的 那么我就觉得今天这个相亲的画风 一直都在一个比较有腻的 不够真诚的 这样一个语境当中在进行 那么女嘉宾这边修养还是很好的 你会发现她是用一种很严肃认真的态度 来对待男嘉宾的这些玩笑 那么女嘉宾到底是怎么想的 今天的相亲有可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吗 跟她聊天 哎 感觉不是很适合 有点像小孩子一样 一直在跟我开玩笑 虽然玩笑可以开嘛 一起笑 但是对于自己的利益一般来说 不是很适合 嗯 而且后面跟她聊天 她家不是住附近吗 我就说去他们家里面 然后她说 嗯 家里面比较脏嘛 什么的 我觉得脏了 男孩子嘛 真实的一面 真实的一面嘛 可以去看一下 她就突然给我找一个理由说 家里面有朋友在 其实最近说 我并没有觉得什么 她幻不幻影魔都无所谓的 主要是她突然跟我讲 她有一个朋友在 还说是男性朋友 换做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突然相信的 对吧 因为她是突然说出来的 我就其实挺好奇的 其实很想去看一看的 假的你怕那人是女的呀 肯定怕呀 万一她有女朋友呢 她突然跟我相信 那这种不是在欺骗我吗 其实我最讨厌这种欺骗女的的男生呢 我感觉太不真诚了 男嘉宾的玩笑话 以及她拒绝让女嘉宾去家里的说辞 让女嘉宾很不满意 并且质疑起了男嘉宾信息的真实性 不知道面对女嘉宾的质疑 男嘉宾又会做何解释呢 男嘉宾又把你笑出来啊 看你刚才跟女嘉宾聊的眉飞色舞的 应该感觉还不错啊 不敢 现在给她打多少分 满分一杯福利花 大概85嘛 那不错了嘛 是不是 刚才我跟女嘉宾说 女嘉宾也是回馈我说 你老喜欢跟她开玩笑 这什么话 我们就打哈哈 就把这个话题给搪塞过去了 表面上气氛不错 但是呢 你说聊到点子上 一个点子都没聊着 是吧 人家女嘉宾就会觉得 你这个人花儿不实 现在还是你喜欢幽默点的嘛 应该说要幽默过头了 是 你就是有点幽默过头了 你总结的太好了 你可以幽默 你可以风趣 但是在该聊正事的时候 就要把这些幽默和风趣收起来 展现出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 和对话的习惯 该严肃的时候严肃 这样才让女嘉宾会觉得 这个男人靠得住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你的住房的问题 我知道你也是租房 你开始来的时候 也跟我们说得很清楚 也就住在这个周围 但是具体的呢 比如说你住在哪个小片区 或者哪个小区 我是一个人租房吗 几个人租房吗 你这些具体的你都没告诉人家 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说有一个朋友来找你玩 那人是男的 女嘉宾就有点担心了 他说你表面上说 首先你家里人 你不在的情况下 怎么还有朋友来你家里 这个是他很担心的一点 有可能你这个人很随便 是吧 还有一点就是 万一那人不是男性的 万一是个女性呢 你们俩之间有一些某种关系 然后完了之后 你不就把人家给骗了吗 那人家不就成那个 就不好听的那个词了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要我听女嘉宾的话 就看一眼 那个去也是不太好的嘛 什么不太好 女朋友都能去 你就不把她当朋友 还没准备好 然后突然都吃骨头 都感觉比较疼苦啊 你家里有家长 没有没有没有 对呀你家长也不在嘛 也不存在什么的 什么儿媳妇马上要见公婆了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嘛 没有没有 那你在担心什么呢 没担心啊 都是觉得那个不太香 然后还能去看一下 面对男嘉宾的一再拒绝 女嘉宾又产生了新的质疑 她说她住附近 她又不愿意去 可能就是她根本 就不住在附近嘛 她这个话的真实度 就非常的值得怀疑了 如果你真的是有这套 租房 并且你所说的情况 一切属实 那你在心虚什么呢 等会儿我 跟朋友问一下嘛 看他们在屋里面 没在屋里面 我都带她去 不是你租的房子吗 你租的房子 你问你朋友干啥 等会儿再去看什么 问看啊 看嘛 那行 那刚才所说这几点 你是自己去跟女嘉宾说 还是我就跟她传话 我去说 我去说 那行 就是刚刚那个主持人 也跟我说了我的问题 开玩笑 其实也是想回一下气 毕竟 第一次参加某种节目 然后 那边有点紧张 我看来是方式来 缓解紧张嘛 其实我平时也好 也没得 那个幽默 其实我都是 我都是觉得啊 没得那个幽默 是啥意思吗 不是觉得 见到你第一个开始 都觉得 你应该喜欢的 幽默的 那你不喜欢的话 我都可以 其实我可以改变一下 对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可能比较真实嘛 我只是说把自己心里面的感受 跟主持人说一下 因为那种 才能够 跟有效的沟通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主持人跟我说的那个房子问题嘛 不带你去 所以觉得 我有点不好意思嘛 都觉得 不好的 因为没有带女儿那个 去过 然后 然后我都说说一直拒绝你 如果 你要 实在是要去的话 我都可以在那里去看一看 我并没有强迫 你说不要去 只是说 最开始都亏损啊 那是为什么我说 拒绝我之后 又要提 又要说这种借口 我也想到 你的怀疑那个 所以说我也 我决定然后 再去看一看 到底是哪里 那次的女人 所以也证明一下 我确实 不会是那种 所以 有女儿的斧头 那种人 嗯 好吧 那我们去看一下嘛 好的 面对女嘉宾的质疑 男嘉宾也终于答应 带女嘉宾去家里看看 不知道 去到家里之后 女嘉宾的顾虑 会打消吗 男嘉宾 后面这一动 你说就是 你的房子了 租的 租的 租的房子 租的房子嘛 现在心里还有什么 多动的 反正都 其实如果这个房子 不是你现在 说的没有关系的 没有啊 事情都发动到来 来 和湖城州上 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发展到这个样子 和湖城州什么话啊 没什么都看嘛 其实就没有啥子 都是 人生啥子啊 不符合的标准 都得出去了 嗯 怎么了你笑什么 你的计谋得逞啊 我觉得他说不符合我的标准 就有点搞笑 我其实没什么标准 我都是觉得 想去看一下嘛 嗯 他今儿的目的达到了 你知道吗 从最开始来就想说 哎呀我想去你房子看 我想去你房子看 因为没看到房子 所以说有点 呃 闷闷不乐 那现在男嘉宾答应了之后啊 你看人 你看你 真是笑容满面 嗯 你看吧 看到身后的这个 样子的外里面的房子啊 女嘉宾 不但没有表现出 不高兴 反而还很高兴 我觉得啊 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啊 没事的 啊 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呀 真实的展现给女嘉宾 是吧 今儿的展 三种 走吧 实际上了 来吧 来吧 多吃点 哇 这有鞋 哇你这房子 这个大小 这个是 叔叔啊 这个是我们一起上班的 那个叔叔 嗯 哦 叔叔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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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今天我们的小同事啊 过来 这个相亲我们有班人有喜是 过来借签名字了不 我不要的 你看爸爸别的叔叔都买了这个 嘴巴上喊叔叔 哎 哎 这些事情也五个妹都说 是吧 这是今天跟他相亲的女家 你看一下两半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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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叔叔平是什么喊他呀 我喊小子 小子 我喊小子 我喊小子 好有那种兄弟和你棋子 这是不是血缘关系那种 是平时上班的时候有这种关系啊 对对对对 你觉得这小伙子怎么样 还可以 可以啊 为人出色线 还可以的 嗯 嗯 还有呢 还有呢 对于我们现实 其实这个卡上卡下的 它的房移说金初 贷操卫些还是会到 哎呦 多好呢 那你平时什么快递 什么时候都 mandir 你就兵试 että卖的叔叔要去的去的 如果以为说 我随没有拿了 阿拉上来举手乍� 也没有ơi三四个 没有 这样د你安得 lad m 你这方给你住了多少人 也住了30个人 34个人 o 三四个方钱 下午就好像30个人 你咋记得下来 他三四个人你是不是年纪最小的那个 你年纪最小的话 你就干最多事 你看女嘉宾一进来之后 看见叔叔啊什么的 你们这关系那么好 他脸都笑烂了 多开心啊 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大概都没看 挺好的呀 是吧你看 人家都说挺好的 你一直在犹豫什么嘛 这是生活的环境 小冉我就不知道你是在犹豫什么 你刚才一直不愿意来 叔叔啊都是觉得 那个环境不愿意 那怎么还不愿意 既然来来不介意 那挺好的 嗯 介不介意吗 不介意 对嘛 你看人家你嘉宾都不介意的 我非常地能理解他了突然 因为身为一个男玩嘛 他是比较好面子的 而且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嘛 他可能最开始不想让我 其实不想让我看到他现在的生活状况 他其实想把美好里面呈现出来嘛 每个人都想过我生活过得最好嘛 我都怕他介意我那种居住环境 但是反而女嘉宾给我的感觉是 没有介意还是觉得 我那个人挺好的 就是那点我也很欣赏他 他不是一个黑股子的女儿 你具体是哪个儿房 里面哪个儿啊 里面这个啊 走吧走吧走吧 叔叔 我们就先请你来 干什么呀 好好好 你一个人住的哈 一个人 哦哦哦哦哦哦 你这一个人住那么大家房 他们找你妈妈的家买 你这平时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的 那个游戏 尤其是我的游戏就是那个 善意人那个住下来的时候 没收拾的话都觉得 放那么反正空间也有那么大 你这床这么宽 这一看就是双人床嘛 第二个朋友啊 对他我想这儿了 那个是他叔 你问一下你问一下 哦哦哦 那你朋友吓我一跳还好啊 一进来之后 他就怕是什么情况发生呢 这里边又女孩啊什么的来找你啊 什么的 是怕这种情况发生 你现在看见叔叔什么在这儿 那就放心了咋 打消了我的顾虑吧 最开始就是说他 家里面有朋友在吗 我以为他是在骗我 我现在没有 只是觉得联系嘛 确实挺辛苦的我觉得 是 说得跟你跟长辈似的 不是 因为我觉得刚出来的话 这种条件真的还是挺辛苦的 就是说一定要好好工作吧 但是我感觉你情绪 还不是特别高的 怎么了 还是觉得有点 就对不住我还是咋的 叔叔是觉得像 引擎嘛 别个好多都适合又成了 过人挑选了留学也 觉得也过人就觉得 不好意思那种 嗯 我觉得没什么呀 你看像25岁啊 女嘉宾同样跟你同龄 是不是 25岁特别是男孩子来说啊 你身上真的是 讲才万贯的那种 你不愁吃不愁喝 那种人太少了 知道吧 凭借自己的努力 租了这么一套房子 我就觉得就这已经是一种成功了 而且自己现在能够养活自己 不像家里要钱了嘛 这不做多好啊 是不是 现在那个环境和条件嘛 它也是暂时的 其实我平时也是有 不管是生活还是上班嘛 工作中都是比较上级的嘛 比如说 你活在一起的时候 比如说 嗯 有机会在一起嘛 你觉得那个调整皮了呀 然后也可以出现重新 这个好的人也可以 嗯 嗯 就是现在 我也晓得 晓得调整这个皮 但是 以后 我觉得会 比现在过得更好嘛 是啊 你们俩啊 是吧 男嘉宾能说是这样的话 很走心的 真的很哭了感觉 是吧 哎呦 早了早 给别给他吃 哎呀 给他撒块盐筋水嘛 来来来 我来 我来 来来来来来 好 中间这儿花了还好看不喽 好看好看好看 好看 好看 你家宾苦了点 是我完全没有生涛的 其实我突然在哪一瞬间 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带 我们来他的家 其实是里面有那种 可以就地感觉 然后也有一种感叹 感觉挺不容易的嘛 然后我还有这种骨子嘛 都感觉 都很不好意思 然后也希望他能够更加的努力 然后 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生活环境吧 以后就回来哈 比如说以后有两年嘛 也来重新出学买的房子嘛 这边在制造国有个 不久不见 以后 所以自己的东西 准备起来到 做也好一点 然后再 买一个太不容易的车吧 然后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 一定的收拾和公司 然后都 做不到那种 陪苏的人那种普通的东西 嗯 因为是太小了嘛 对不对 孩子需要急 然后孩子不要叫他死定了 画风是从到了男嘉宾的合租房里 开始转变的 女嘉宾哭起来了 其实当他哭的时候 我编导我们都觉得很意外 但同时又内心很感叹 因为一下子就感同身受了 女嘉宾觉得男嘉宾是真的不容易 因为25岁的年轻人 只要你不是在这个城里土生土长的孩子 你没有父母的庇护 你肯定是只身一人来到这里闯荡 你必然要去合租房子 把生活的费用降到最低 为了明天的梦想 为了扎根在这个城市的梦想去奋斗 这一瞬间女嘉宾家子就被击中了 其实我也被击中了 因为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那么男嘉宾之前的那种 吊儿郎当的浮华的 那些不恰当的玩笑 其实是在掩饰她内心的一种自卑 她觉得自己的条件不好 女嘉宾可能会不太喜欢这样的自己 所以她在拼命地掩饰 当男嘉宾看到女嘉宾 不但是没有一点点的嫌弃她的意思 而还流下了眼泪 就能够跟她的这种经历引起共鸣的时候 男嘉宾也有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 两个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挑战 我顿时觉得今天牵手很有希望 经过一天的接触啊 你看你刚才又把人家女嘉宾有哭有笑 真的是情绪把控能力非常强啊 那现在呢也要到最后的选择环节了 这同时呢也是你第二次正式来到凡人游喜的选择 所以说呢希望双方呢都能够慎重地做出你们的选择 当然在选择之前还是会给你们一个机会 在最后的诉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谁先来 你来吧 我先来吧 我先来吧 好 来吧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唱了一首歌 那最后我也再给你唱首歌 那首歌我不会唱 我只会唱两三句 我以前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我等的人他在多久的未来 我不晓得那个那个未来的人是不是你 但是今天人是你开心 然后我希望不管你以后和我 是不是交出朋友和我两个 我都希望每天都要能够开心 然后我都看你嘛 嗯 因为我们两个都二四五五了吧 不能说随便都谈一遍了 之前我参加过这个节目的 也是说当时谈一下嘛 结果好像不合适 我到了后面还是九分了嘛 所以说我希望我们再次能够审重一点 就是因为你也是审重真的吗 希望我们那个先从朋友一起嘛 可以可以 先把我们两个都接一下 嗯 本来还说进来整个选择啥的 但是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啊 其实女嘉宾所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 很明晰了 就是说恋人有可能但不是今天 对吧 今天我们可以从朋友做起 成为一个好朋友之后 我们再慢慢地发展下一步的关系 男嘉宾你的意思呢 对 我觉得赞成 你赞成 对对对 那也就是说你们双方达成默契了 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对对对 那恭喜你们 今天就是你们成为朋友的第一天 好不好 好朋友小时候老师都教我们 好朋友在什么 我和手伞 好朋友握握手手 拉手以后的事啊 你看他已经开始上一颗手了 手里死心了 所以说剩下的啊 男嘉宾你要加油了 好不好 一会儿节目下来之后 加加微信 流流电话 什么 经常约着人家出来 说吃个饭啊 什么的 喝喝咖啡啊 好不好 对对 好 相信大家的感受 跟我是很相似的 就是今天的相亲 开始觉得男生不够真诚 然后到最后大家还有一个这样的结局啊 真是觉得有点百感交集 那我也祝福两位在生活当中 能够多多的去了解 有一句话叫做默契少年穷 我们现在还年轻 我们没有依靠父母的支持啊 生活固然艰难一点 但是我相信你只要是有心努力 够勤奋 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 它并不是一个表演的方向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来到我们节目 脱离单身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拨打电话8805 8805 或者来到龙湖新医生二楼 凡人有喜线下婚恋服务中心来进行咨询 凡人有喜下期再见 拜拜